据台湾媒体日前报道 台军方向美国采购的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 第一批10月已抵达台湾 宪政由台陆军10军团58炮兵指挥部实施接装 首批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10月抵台后 宪政由10军团58炮兵指挥部实施接装 但该单位本身已编制有一个台湾自制的雷霆2000多管火箭连 狭有三个火箭牌 每个牌有三辆发射车 一辆指挥车与三辆弹药车 海马斯进驻后 以台陆军有限人力而言 雷霆2000多管火箭连将何去何从 要改分配或封存 目前尚无定论 据报道 台陆军未就海马斯抵台消息进行评论 按台陆军今年在防务预算案上登载的接装进度 是计划接装远程精准火力打击系统11套 战术区域导弹64枚 训练模拟器两套与附属装备 据了解 美制M142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 简称海马斯 海马斯多管火箭一个发射箱 可携带六枚火箭弹或一枚MGM140陆军战术导弹 火箭弹携带有导引或无导引的弹头射程 可达42公里 战术导弹飞行高度可达到50公里 射程则可达到300公里 可实施跨海峡打击 2019年台陆军设立轰雷专案 编列151亿4400万元新台币预算 计划2020年至2025年 采购11套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 2022年台军方在计划向美采购的M109A6 自行榴弹炮被拒后 再增购18套海马斯 就在几天前 台防务部门曾将一份美对台军售案 执行情况报告送交台立法机构 报告称 这些军售案共计有三项延误 一项超前 其余15项进度正常 而超前部分指的就是远程精准火力打击系统 据台军方宣称 其中11套海马斯预计于2024年至2025年获得 剩余18套原计划2027年全部完成交付 但报告表示有望提早至2026年前结装 二刚好 准嘛